北约立陶宛开峰会讨论乌克兰入联盟 北约领导人在立陶宛举行重要峰会 讨论乌俄战争后续与乌克兰加入联盟的未来途径 美国东北部洪灾警报多地恐持续性大雨 累计已有超过3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下 且包括纽约州、佛蒙特州、新罕布夏州和缅因州将出现更多暴雨 Flash上架5天内缔造全球1亿人下载 Meta首席执行官祖克勃宣布 手机应用程式Flash推出后5天 使用者已超过1亿人且严重威胁到Twitter 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以南持续火山爆发 冰岛最近一次的火山喷发 由于处在无人居住地区 虽没有直接风险 但政府仍警告民众不要靠近 国际网球赛事放宽俄罗斯加白俄罗斯选手参赛 2023年国际网球赛事组织机构宣布 接受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参赛 前提是要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申请 非常 figura 非常还是复运动员的身份申请 是